什么叫联动分析啊 什么叫联动分析呢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假如说今天我在连续性分析的时候 我是不是看到了一件事情 我看到我这边我的资料呢 我是逐渐的上升 逐年增加 请问一下 当这样子增加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会希望进一步的去说 去看到这个现象 然后接下来我们想要继续去探索数据 去挖掘数据 举例来说 我们会不会想要知道说 请问这从4.2个百万提升 就是增加到5.5个百万 增加了1.3个百万 那我们可能会希望知道是 到底是哪一个纸产品 哪一个纸产品的变化 然后因为我们只知道 现在是不是只知道2016年 那我们如果想要去知道 去算出来到底是哪一个纸产品 这个时候呢 我们其实可以做联动分析 怎么做呢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们复制 复制这一张的 连续性分析的资料的复制 复制是不是点这个复制 手页底下的复制 然后接下来新增 这边我们叫做联动分析 这边我们叫做联动分析好了 然后贴上 这边我们是不是就有 就是说4个年 它逐渐上升的一个呈现方式 好 再接下来 我是不是想要知道说 那到底是哪一个纸产品 它从2015提升到2016 我们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假如这个地方 我先做类别 类别的分析 好 一样做做什么类别呢 做这个群组直条图 然后它的销售额 因为因为在这个地方类别 你可以稍微观看一下 我可以把它成 因为只有三个 三个的话 我顺便讲一下 我觉得三个的话 其实它蛮适合做成圆形图的 因为少 可是如果说直类别 直类别 然后销售额 我觉得它比较适合做直条图 可以吗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当我今天我点了这一个 点了2016年 你有没有发现 它在这个地方 它呈现就是说 好像三个都差不多 差不多 那如果我点2015年 有没有看到三个之间它是有差别的 我点了2015好像黑色是比较里面的 那如果我点2016好像三分天下的这种感觉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视觉化的报表里面 它很重要的一件事 当我点了这一项的时候 当我点2016年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有浅色区域跟亮色的区域 我这台因为解析度不够 因为那个记忆体不足 可是你们等一下你移动游标 应该可以呈现出来 例如说这一块是多少 这一块是多少 我先把资料呈现出来好了 例如说这张图 给各位呈现这个资料 因为方便 等一下我去做说明 你看 当我现在 我现在来去看这个资料的时候 我会希望说把资料去做一个排序 排序 比如说按照 子类别排序 它就是按照文字 文字大小来做排序 还是依照什么 销售额排序 我觉得应该是用销售额来做排序 我先把X轴字稍微放大一点 然后Y轴 Y轴的字也稍微放大一点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观看一下 假设我现在 我点了2016这张表 然后你去看 这边是不是看到 书架 器具 椅子 它一样是成阶 阶段性的一个地界 跟这边其实是差不多的 那可是看一下2015年 2015年 书架 器具 椅子 它是什么 它是差不多相同 平平平的 有看到吗 也就是说 假如说我今天我去看 2016年 可不可以说 书架跟器具有大幅的成长 有听懂这句话吗 2015年 是不是看到 书架器具椅子是平平的 甚至到影印机 这前四名是不是差不多都是平平的 可是到了2016年 这一单年来去看 书架器具 椅子 尤其是书架跟器具 是不是大幅的上升 看得出来吗 这就是我要告诉你们 在联动分析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告诉别人说 你看我们在2015年 我们的销售的情形 比较特殊的 它不是阶段性 不是阶梯式的下降 而是平平的 可是到了2016年 书架跟器具都有大幅的上升 然后这两个项目 这两个子类别 应该在2016年卖的特别好 这就是联动分析 当你今天你看到了一个现象的时候 举例来说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2015年跟2016年同期比较 比较出来的结果 11月 11月这边是不是发现 2016年那个同期比较 它是比较低的 11月 请问一下 那你不能直接报告到这边就结束了 我们是不是想要知道说 到底是哪一个子类别 或者是到底是哪一个地区的销售下滑 然后我们才能够针对问题来去解决问题 你不能只把现象凸显出来 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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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我们今天只说明说 11月 那个同期比较这边是下降 然后没有了 那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所以我现在问你们 我现在请你们 试着来去做这件事好不好 就是说 就是说11月11月 11月 2016年11月下滑 那我想请问一下 那我想请问一下 2016年11月到底是哪个纸产品下滑 可以吗 就是哪一个纸产品的影响是最大的 请你们去透过这个联动分析来去找找看 你有一张图一定是同期比较 那另外一张图就是纸类别产品这边的变化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尝试做做看联动分析